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伊玛那里唱十班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感谢以特别现实重返三次的以安米全市的钢琴演奏 也感谢尼西管弦乐团 同时也感谢一起合奏的人们 在这个钢琴曲当中呢 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喜怒哀乐 那我看到就钢琴演奏呢 也让我更加充满了新耶路撒冷的盼望 圣徒们有想过就是我们去了新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会做什么吗 可能有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 就是说去新耶路撒冷因为时间是永恒的 所以怕每天都很那个很 就是每天过得都一样 所以就会有一些闷的时候 那圣徒们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忧 我们去了天国之后呢 我们有用不完的时间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 我们平时在这地上没有时间学习的东西 比如说学习乐器 学习钢琴啊 还有等之类的 那想一想等我们去了天国之后 一家人呢 一起学习乐器 然后共同合奏 该是多么幸福呢 我呢就是想 当日后去了新耶路撒冷之后呢 我就想学习一些 我现在没有时间学习的一些乐器 然后在父神面前现场演奏 然后呢 除此以外呢 看到家人一家人呢 一起合奏呢 也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有这样的担忧 等到了天国之后 我们可以每天都过得更加幸福喜乐 非常的感谢为了制作 美丽周刊而辛苦的万民电视台 中东出差团呢 这次出差回来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 去中东出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在当地呢 有复兴是一件很难的事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教会在中东的巴基斯坦呢 宣教非常的活跃 每次举行聚会的时候 甚至可能会有一千两千人这样聚集 然后几台职牧师去前往宣教的时候 也有许多人来聚集 这一些都是凭借着主任牧师 以前的宣教出差 而且出的果子 以前呢 在中东宣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巴基斯坦呢 也是同样 但是几台职牧师 一直以来以信心和占中 以信心来栽中 然后就彰显了无数的神迹奇事 那我们这次看到的万民电视周刊里呢 也有一些就是 我们以往并不是很熟悉的国家 但是呢 也看到在当地彰显了全能 圣徒们都非常的幸福 喜乐 相信日后的宣教会更加的长盛 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性别转换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那三年前也有一个这样的见证 就是腹中的胎儿呢 女儿变成了男儿 然后说已经出生已经有三年 三年了有这样做见证的 那这一切都是通过主任牧师的全能手 我怕以再创造的全能彰显的是多么的感谢呢 还有今天的见证当中 还有李美英牧师的蒙古出差的宣教消息 其中有几位圣徒做了见证 那更具体的见证呢 可以在下周的万民电视周刊当中收看 那今天呢 只是给大家播放了一部分的 一小部分的一个见证 那我们像圣徒们这样 见证是为了什么呢 是否是为了见证永活的父神呢 那即便我们跟无数的人说父神是永活的 那如果没有什么神迹奇事 没有自己亲身的体会的话 怎么会信呢 因为你眼中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神是活在永在呢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看到了全能 有体验了 体验到了全能 那在这全能当中 我们也有了医治和阴云 或者幸福的信仰生活 那即便不是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切身的全能体会 但是当看到我周边的人有这样全能体会的时候 也会充满幸福喜乐 使我们的信心也能更加成长 那看到周边的弟兄姊妹 也看到这样的见证 充满了信心 每天幸福都过信仰生活 那我们是否也是非常的幸福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并不仅是只有我们自己有了全能的体验 我们心情才会成长 但我们看到 听到周边的人的见证的时候 也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成长 信心更加成长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我们圣徒们都体会到了 凭着世上的医学 难以医治的疾病 都通过父神的全能得到了医治 不仅如此 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 不仅疾病 还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过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的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都能够得到解决 那我们听到周边的人的见证 听到他遇见神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也会更加亲近神 非常的感谢蒙古外民教会的圣徒们 做的见证 还非常感谢李美英牧师 还有以及跟随李美英牧师 前往出差的所有工人们 有听力得到恢复的 还有本不能开口说话的 但能够开口说话了等这样的见证 像以前还有就是因为脑出血 而难以行走 很难维持平常的日常生活 但是当这样体验全能之后 通过全能能够拿出血液得到医治 然后本来难以开口说话 也能够开口说话了 然后他的家人也跟着他一起幸福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见证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出信徒 但是当他们有了这样的全能体会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这属灵的信心 就好像刚才被恶灵捆绑的这样的一位 恶灵捆绑的这位圣徒也见证说 原来神真的是活在永在 就是这样在本集团体验到了 无数全能就是在彰显永活的神 不仅是用口来传达 更是以全能让圣徒们能够体验 来更加切身的去相信 确信神的永在 那我们能够在这蒙福的祭堂过 想生活是多么蒙福 多么幸福的呢 今晚也是已经过了12点 已经是周六了 那在今天呢 也希望所有圣徒们 通过周五彻夜的二部礼拜 各种疾病能够得到医治 还有问题得到解决 那一些政府会觉得 我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没有什么疾病 但是呢 当我们这样同参别人的见证 去听别人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呢 也会非常成长得非常迅速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很难 凭借人的力量去实现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见证 都得到了一直得到了阴云 就好像听力是很难恢复的 听力一旦就是损坏了 那就很难再恢复 那即便你带了助听器的时候 你也是在补助着机器 才能够听到声音 而且你每天要带 还有谢 是多么不便的一件事情呢 很多人都告白说 带着这个助听器 然后就是非常的不便 但是呢 在我们祭坛就 却有很多的圣徒 在听力得到了恢复 这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全能 我们都要发自忠心的 更加的去相信 去感谢神的这一全能 今天来见证人 所要治理的身体所行 愿通过今天的证的话语 所有圣徒们也能够查看自己 去查找自己于神之间 积累的最强都有哪些 同时现上悔改 在恩格聚会上满得祝福 亲爱的圣徒们 在上一讲 我们一同查看了 成为我们新郎的主 耶稣的所行是如何 耶稣的所听所看 所说所行是如何的 那么这时间开始讲 我们为了能够更加效仿主 所要离弃并填充的部分 以及需治理的身体所行 其中 首先来查看一下 第一我们的意念 在这之前 暂时回顾一下 我们在上一讲 所讲到的耶稣的所思所想 上一讲讲到耶稣的所思所讲 那本身就是真理 是善 是灵 是爱 每时每刻思想的 都是神的国度 以及为了灵魂 思想着赋予自己的 十字架之路 即便遇到各种逼迫 遇到各种困境时 也并不会就此跌倒 而是充满了属灵的信心 思想着 时常照看自己的父神 感受着父神 战胜了这一切 圣徒们 属灵的意念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所听 所看 所接触的 是超越这一切的意念 虽然我们眼中看不到 我们手触摸不到 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 属灵的世界 那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在我们周边 照看我们 帮助我们的天使 还有时常照看 我们的父神的目光 我们这一切 我们都知道 那时常思考 这些就是属灵的意念 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在这十字架之路上 充满了这属灵的意念 那么我们大家 又是每天思想着 什么而度日的呢 是否检测过 平时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例如是否想过 自己在周五这一天 是带着什么样的意念 所思所想的又是否是真理 是否是属灵的意念呢 回顾一下 我们的所思所想 是我们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时间 首先想一下 什么是意念 思考的能力 是神赐于我们的 魂的作用 那这就是人与动物 区分开来的条件 有些圣徒可能 以前有养过动物 那教动物某些事情的时候 要重复反复地教它 然后这个动物 这个宠物就学会了 那周边的人看到了 也会夸这个宠物 说非常的聪明 然后还有人说 就是宠物能够感受到 主人的这个情绪 所以每当主人不高兴 或者想要处罚它的时候 它就会躲起来 但是呢 宠物呢 它没有办法计算 也没有办法去思考前因后果 然而呢 人却可以 这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 也是神赐予人的能力 那首先为了查看一下 什么是思想 先查看一下魂的概念 人的头部里有大脑 这大脑里有记忆装置 可以储存许多 在成长过程当中 所学习到的知识 所看所听 所学习到的一些体验 那么如此 可以将储存的知识和内容 恢复的 重新想起来的就是思想 将记忆装置里 储存的记忆和知识 把这一切都能够回想的 就是统称为魂的作用 如果用电脑来比喻的话 当我们在电脑里 储存了资料之后 之后按照我们的 所必须的去查找 去使用 那这一过程 就是魂的作用 那再举一个例子 坛上有许多美丽的花 这花呢 中间有红色 有白色 然后两边是粉色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 这花的名字是什么 那花呢 长得都非常的茂盛 非常的美丽 那还有这 长得圆圆的这花 那我看到这花的时候 如果我以前没有 不知道我这个花的名字 但是呢 有人告诉我 说这个花呢 是绣球花 那有人这样告诉我 并告诉我什么 绣球花的特性是什么 特点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去闻一闻这花香 然后又知道了这个名字 知道这个花呢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还有模样呢 可能也并不是这样的 有呢 非常大的 也有一些呢 就是在树上 生长的 那花骨朵呢 就会小一点 那我就是听别人 像我这样说明的时候 我就记住了 我就记住 这个花的名字叫绣球花 颜色是这样的 形状是这样的 香气呢 是这样的 我呢 就记住了 在我的记忆装置里 那这就成为了 我的知识 我所记忆的内容 就储存到了 我的记忆装置当中 这就是知识 然后就等下一次 我再见到这个花的时候呢 我就能够马上联想起来 啊 这个花的名字叫绣球花 那这就是思考 重新回想 想起 联想到了 我在记忆装置里 所储存的知识内容 那这就是我们的思想的作用 然而并不是 并不是说 知识只意味着 我们在学习 学校当中学习到的内容 通过父母弟兄朋友 书籍 电视等各种媒体 自人出生以来 在所接触的环境当中 储存的积累的知识 积累的体验 都可以称为是知识 其中可能会有 在我们从小的时候 成长的时候的一些记忆 也有一些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经历的一些伤痛 那我们 等我们长大了之后 回想着 小时候的这一经历的时候 可能会幸福 也可能会想到 这些伤痛之后 而感到悲伤 那重新回想起 我们在记忆装置里 储存的这一内容的 就是魂的作用 就是所思所想 也就是说魂的作用 就是我们所思所想的 这一过程 还有就是我们是如何 在我们的记忆装置当中 以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体验 去输入到记忆装置的 也就是说 是受到了真理的影响 还是非真理的影响 我们在日后影响到 我们的部分也会不同 随着我们的所思所想 还有我们所体验 所教导的魂的作用 也会不同 通过魂的作用 我们的想法 会有一些不同 就是说 到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想法 去输入进去的这一内容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想也会不同 就如《孟母三千》的 这一故事一般 看到好的 听到好的 得到了真理的教导时 这一真理呢 就会记录到 我们的记忆装置当中 在魂的作用下 影响到我们 是我们友好的影响 举个例子 在充满善和爱的家庭成长 看着父母不断救济 服侍 侍奉的父母成长的孩子 在看到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就会以怜悯的心思想着 该如何去帮助他呢 然而在时常 有争吵殴打的父母 下面成长的孩子 当因为某些人 而自己受损失时 就会烦躁 甚至是会不喜欢对方 还会埋怨对方 如此 就是说 即使是在 即使是体验到了相同的事情 有相同的经历 但是随着他是如何 以什么的感受 去输入进去的 这一不同 所受到的影响也会不同 就是思想上会有这样的差异 那么这一思想的差异呢 并不只是受自己小时候 所输入进去的内容的影响 就像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当我们所输入进去的一些 想法和体验感受 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后的生活 就比如说我们输入真理的时候 就会影响我们 让我们日后也会有 行出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 非真理的恶的时候 我们日后就会有这些非真理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听到这些真理的话语 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即便我们有生活在一些 不好的环境当中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会埋怨父母 就是为什么不给我更好的环境 然后就觉得 如果父母给我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话 那我现在可能就会变得更好 但是呢 没必要这样 只要我们呢 等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随着听到真理的话语 不断地去以真理的话语填充的时候 我们的所思思想也会发生变化 那在如今的过程当中 我时常也会思考 我希望我能够走信心之路 而不断地做祷告 但是当面对现实的时候 听到一些人 对我说一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我也会有时感到疲惫 然而呢 当我周边都是充满属灵信心的人 然后给我充满 说一些很好的话 鼓励我的时候 我又会充满力气 那这就是这样 即便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也会受到周边的人 周边人的环境的影响 所以 我们 即便我们小时候 成长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但是等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在好的环境当中 听真理的教导 真理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所思修想 我们一些不好的所思修想 也会发生变化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 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后的行为 但是呢 有一点重要的是 当我们听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栽种在心中 并要有所行为来显出来 就比如说我们听到了 要时常思考善 那我们铭记在心中了之后 那我们就要不断地 去改变我们的想法 行出来善 那我们听到了真理的时候 那我们呢 就要以我们的行为 显出来这样的真理 然而呢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看电视的内容 时常看电视 然后就是看到一些 人们争吵 然后互相买怨 记恨 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那即便我们听到了 真理的话语 也难以会改变 像我们的思想呢 也是一个器皿 随着我们往里头 装进去什么内容 我们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 就比如说 我们时常听到周边的人呢 去这样去说其他人的是非 说一些非真理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会 我自己呢 也会受到影响 当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到白天呢 听到的一些非真理的话 然后影响 从而影响到我 让我呢 也有这样肉体的意念 去判断他人 所以说 并不是说 小时候的所思所想 小时候的感受 才能够影响到 现在的我们 我们等我们 大了之后的 所思所想 所感受 所体会到的 也能 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行为 那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 要不断地去听真理 听 在好的环境当中 能够更加地 受我们的想法 受我们的行为 得到变化 那我们呢 也要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该听什么 不该听什么 该去说什么 不该去说什么 这是我们可以 所选择的部分 就比如说 现在我们已经 长大成人了 我们可以自如地 选择我们去 我们要听什么 我们要看什么 那我们听到了 真理的话语 知道这些 非真理的时候 我们那就应该 去阻拦我们 去看这些非真理 去听非真理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中才能够 会不断地 被真理填充 那我们需要 铭记的就是 并不是我们 小时候的体会 会影响到 我们的想法 等我们长大成人了之后 成人了之后的一些 看到的听到的 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想法 随着我们 所以什么的感受 去输入到 我们记忆装置的 我们的想法 就会有不同的差异 就像我刚才说的 即便是我们看到了 同样的事物 受到了同样的教育 所成长的 但根据自己 是以什么样的感受 去输入的 所想法 也会不同 举个例子 例如说 看到了正在打架的人 那有些孩子呢 认知里就会觉得 这样去打别人的人 打赢的人呢 非常有利解 非常了不起 但是另一个孩子呢 即便看到了同样的场面 也会觉得 这爱戴人该多疼呢 为什么要互相打架呢 不想互相和平吗 就会有这样善的心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他知道 就是打架并不是好的事情 那他就有了这样的感受 那等下一次 这两个孩子遇到了一些 与他人打架的这样的情况 那第一个孩子呢 觉得打人呢 非常的了不起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会呢 首先出拳头 去打对方 想要赢对方 甚至还会辱骂对方 拼尽全力 来打赢对方 然而就像刚才第二个孩子 在同一情况下 却觉得打架 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 即便他遇到一些 与其他人起冲突的事情 他也会想 要以善的方法来去解决 就是如此 即便遇到同样的情况 但是随着我们的感受 所输入的内容的不同 我们的想法也会不同 就好像现在也是同样的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在看到一些环境的时候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些 不好的非真理呢 那就比如说 我知道某个人记恨我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要记恨我呢 从而感到非常的难受 那有些人就并不会把 别人的这一记恨放在心上 那这是我们可以所选择的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从小在贫穷的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 有时候就会对父母埋怨 甚至不喜欢自己的父母 觉得带着觉得自己无能的 爸爸无能 妈妈 妈妈粗辱 无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成长的孩子呢 在回想小时候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幸 甚至会埋怨自己的父母 假如在其中还添加一些 记恨埋怨的心 那么等他长大承认之后 在生活当中也会时常感到 暴躁和记恨他人 然而即便是在同样的情况下 成长 但是在以善想着 在如此困难的环境当中 为了养育我们弟兄姊妹 父母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减轻父母的苦 苦动 那这是多么良善和美丽的心呢 如此以来 这个孩子长大后 就回想自己小时候 贫穷的生活时 只会想到父母之间 还有家庭之间温暖的爱 那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呢 假如他出人头底了 那他这小时候 这些贫穷的经历呢 反而会成为他 他的人生轨迹当中的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那如果有善的心的话呢 就即便是在贫穷的环境当中 成长呢 也会更加地去理解父母 觉得父母真的是 非常地了不起 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 也能够培养我们长大 那以这样的感受 成长的孩子呢 长大成人了之后呢 也会非常地感谢父母 而且自己的回忆 也是非常幸福的 如此回想 如此根据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是以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体验去输入的 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的想法 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在这里 我们重新能够回到小时候 然后能够选择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父母 该是多么好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并不可能的事情 那既然环境难以改变 那我们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 也能够时常思考着善 思考着真理 使我们拥有更好幸福的 幸福的回忆的话 是该多么好 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呢 不能应该 不能让我们的回忆 多变成是伤痛 那如果发现了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呢 也要更加思考一下 从而更加选择真理的一方 善的一方 那我们也可以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时 是埋怨的还是幸福的 如果是埋怨的的话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改变一下 过去的一些体验感受 就比如说我们回想 我们过去的时候 有许多非常讨厌的人 还有一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那如果想到这些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这一想法 那有些人呢 可能会觉得 我根本就一点都不想回想 因为我以前的生活 真的是都是痛苦不堪的 都是非常疼痛的回忆 那因为这 那有些人在 未遇到主之前 未听到圣洁福音之前 可能就会因为过去的伤痛 因为这些不好的记忆 有过心病 还会有一些 还会患一些疾病 但是当真正了解主 十字架的大爱 去确信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饶恕和爱 来掩盖这一些 开始转换为幸福的记忆 说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一些伤害 伤痛 如果我们一直以这样的感受 铭记在心的话 那一直就会成为 我们心中的一根刺 然后让我们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生活 就比如说 因为我心中的这些伤痛 然后呢 就讨厌这世界 讨厌所有的人 那这样的话 就会变成 忧郁症 抑郁症 那这样的话 反而伤害到的就是我们 那我们听了这里的福音 我们去确信 神的永活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要对照这里的话语 让这些非真理的想法 非真理的意念 转换为幸福的意念 以爱和饶恕来去掩盖 去代替 那这样的话 该是多么幸福呢 那有些圣徒呢 说 就是说 我已经以爱和饶恕去代替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想起了这些不好的记忆 然后呢 又会变得非常的伤痛悲痛 那圣徒说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根 拔除心中的这些非真理 我们只是暂时的忘记了而已 因为在这祭坛上 证据的全能非常的大 父神也在看过保守我们 所以呢 我们只是暂时的 遗忘了 遗忘了我们以前的伤痛 并不是说 我们完全的连根拔除了这一伤痛 那如果我们连根拔除了 我们心中的这一伤痛的话 即便我们回想到的也 回想到以前也不会觉得伤痛了 那 有些圣徒呢 就是 在听到这一真理的话语了之后呢 然后就向神悔改 说 父神成定了 说我过去的这些 不平不满的心 这些属恶 属恶的心 然后这样悔改了之后 拆毁了神之间的最强 然后疾病得医治了 但是等他疾病得医治了之后呢 回去之后又开始发血气 然后又开始有这些不好的情绪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我们不应该让这些恶变本加厉的去 变本加厉的去行出来 而是要更加去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心中拔出这一恶 拔出这一血气 然后如果我们有行出这样的恶的时候 就要更加向神心上悔改 那这样的时候 父神也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连根拔出心中的恶 我们得到医治的疾病呢 也不会再复发 然而呢 我们这样在神面前悔改疾病得到医治之后 回去等回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 又开始行出这些恶的话 那我们疾病也会复发 我们就很难 连根拔出我们心中的这一伤痛 心中的这一恶 所以圣徒们 我们不要去埋怨我们心中的这一伤痛 带给我们这伤痛的这些人 这些事物 因为如果假如我们知道主实际上的大爱 如果有切身的体会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难以饶恕的 也没有什么可去埋怨的 这时间再听这一正大的所有圣徒们 愿大家如果心中以前有这些伤痛 也有一些我难以饶恕的 一些记恨的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悔改的话 在今天晚上 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 让我们能够体验到 无限的全能和神界其事 我们的疾病也能够得到抑制 然而我们听到了许多这这里的话语 也听到了主实家的大爱 但是呢 还是难以去饶恕 曾经伤害过我的一些人 一些事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就难以抑制我们 在我们的回忆当中 带给我们的这一伤痛 还有我们以前所记恨的人 所感到委屈的这一人 我们如果以上去来饶恕对方的时候 我们的所思缩想也会变成真理 也会变成善 那在我们呢 就是并不是说只要向神祷告 说父神我想要时常思考善 想理性这一个 只是祷告就可以了 我们就能行为也要行出来 我们也要努力的去行 就比如说我们向神祷告 说父神我愿时常思考善 思考真理 然而呢我们思考回想过去的时候呢 总是想一些悲痛的记忆 悲痛的回忆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能够去饶恕他人 怎么能够去忘记这一悲痛 这一伤痛呢 然而当我们以 在祷告了之后 回想过去的时候 不断地去以爱来 饶恕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这一伤痛呢 也会转变成爱 然后就能够连根拔出这一伤痛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听正道的时候 还有我们听赞美的时候 想到了我以前令我伤痛的人 我以前记恨的人 那这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 向神悔改 然后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饶恕这些人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呢渐渐也就能够忘记这些 能够连根拔出这样的恶 在信心的弟兄姊妹之间 如果我还是有这些恶 还有一些记恨的心度 我父神又如何才能够赐予我们祝福呢 所以愿今晚圣徒们都能够更加的 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一点记恨他人 有这些恶的时候 能够将悔改 拆毁离神之间的最强 渡过蒙福的一天 在遇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 只以真理的认知的人 首先就会想到属灵的属善的想法 但以非真理输入的人 就会想到恶的心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看到旁边有两个人呢 在一边边看着我 然后边小声谈论着什么 那心中有判断的人呢 就会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是在说我的坏话 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然而呢 心中满是善的人呢 就看到这一场景的时候 就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中没有判断的心 然而如果我心中有这些判断的恶的话 就平时我平时就是一个喜欢说其他人 是非的人的话 看到旁边有两个人呢 边看着我边小声说话的时候 就会想到 他们两个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从而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开心 圣徒们这就是属肉体的意念 也是自己所判断 圣徒们这并不是两个人在 是其他人在判断我 而是你在判断他 就比如说 你远远的看到两个人 边看着你边说话 那你听清楚他们两个在交谈什么了吗 你是有顺风耳 所以在那么远的地方 听到两个人说话 你都能听到 然后从而确信 他们两个就是在判断你 在议论你吗 那你根本 那你完全都没有听到 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就只是看到两个人在谈论着什么 那就开始判断 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说你的坏话 说你的是非 那这就是一些不好的混的作用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更加的理气 从而成为更加良善的人 随着我们心中所输入的是真理 还是非真理 是善是恶 我们混的作用也会不同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一样 如果我心中没有这些非真理 我心中满是善的话 即便看到两个人在远处 便看着我便议论 也不会觉得对方是在判断自己 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开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心中有非真理和恶 随之引起的肉体的意念 并不单单只是停留在 我只是有这些恶的想法 这一层面上 因为这一想法并不是我自己所想的 而是由萨丹在主管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萨丹是属灵的存在 可以操纵人们心中的黑暗的属性 那圣徒们想一想 我这些心中的非真理 都是由萨丹在操控 那是不是觉得非常的 毛骨悚然非常的不喜欢呢 那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一切非真理和恶的意念 属肉体的意念 都是由萨丹来操控 就像我刚才说的 萨丹可以操纵人们心中的黑暗的属性 如此通过思想 也可以操纵人类 即我们的肉体的意念 及非真理是在受萨丹的主管 假如说举个例子 我心中有委屈失望的 这一不好的意念 这时我的伴侣或者是子女朋友 做了一些让我失望的事 这时萨丹就会乘虚而入 让我们对此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那遇到这一情况的时候呢 人们可能首先就会想到 这只是我的想法 我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你有了不好的想法 是萨丹在操控着你心中的 这一不好的想法 让你有这些不好的想法 那我们想到肉体的 就是我们与其他人争吵的时候呢 就是突然呢 就是对其他人有一些失望的时候呢 瞬间呢就会想到很久远的 很久远的事情 就是一些对方让我以前失望的事情呢 就瞬间就全都想起来了 就是事无巨细的全都想起来 想都非常的仔细 那有时候甚至会好奇 我记忆力有这么好吗 就是别人对我不好的事情 我竟然全都记得 那这一切呢 都是萨丹在操控我们 让我们能够想起 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事 再比如说 我听到某国人 某国人告诉我说 有一个人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那我们呢 就会有肉体的意念 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饿了 怎么能够在背后 背地里说我的是非呢 然而输入 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 输入给我们这一想法的 就是萨丹 通过萨丹 会煽动我们心中的这一非真理 让心中的血气 情绪 记恨自尊心 能够引起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恶的属性 加强我们心中的这一恶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时常查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属灵的善的想法 还是非真理的想法 属肉体的想法 如果发现这是属肉体的意义 想法的话 就要想到 我们心中还存在的这一非真理 从而更加的离弃 就比如说 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这些恶的想法 那我们就要知道 这是非真理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些失望的情绪 然后想要跌倒 然后变得没有力气 失去了力气 那我们就要知道 这是沙丹在煽动我们 让我们有这些不好的想法 那就比如说 我们做祷告的时候 因为难以得到阴云 然后呢就感到失望 然后就感到灰心 失去了力气 那这一作用呢 也是沙丹带给我们的 就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迟迟不得阴云 然后失去了力气 那失去了信心 那我们就要知道 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确地知道 这一想法 也是沙丹加给我们的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一 这一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击退这一想法 从而呢更加的向神献上祷告 我们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就跌倒 失去信心 然后在眼前所看到的情况下 失去了充满 那这一切都是沙丹的走功 我们要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遇到这一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阻断这一想法 让沙丹难以再操控我们这一意念 从而更加向神祷告 让我们满是属灵的想法 罗马书八章六至七节 有明确的记载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圣徒们这一句 我们要明确地铭记在心 这边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体贴肉体的都是 肉体的意念都是记恨 疲惫 还有伤痛 那这一肉体的意念都是谁来主管的呢 都是仇敌魔鬼斯坦来主管的 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是追究非真理的罪 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然而反之属灵的意念就是真理 就比如说在我们万民 所遇到的现在的情况当中 如果我们向神祷告 以属灵的墓去仰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更加充满力 向前奔跑 就像圣徒们我刚才说到的一样 如果我看现实的情况的时候 我也会感到疲惫 然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能够去看着我们眼中 所看到的这现实 而是要信靠神 努力地去向前进 圣徒们就好像我刚才看到 我们之前有体会到这上述 上述这二神的主人物 这一情况的时候 我也会感到非常的 失去力气 失去了充满 然后距离上次二神 已经过去了两周的时间了 那这两周的时间 不知道圣徒们是如何度过的 但是有一部分圣徒们 可能充满了力气 不是仰望着 不是看着现实 而是仰望着神 而努力向前进 然而有些圣徒就看到了现实 从而失去了力气 从而跌倒 然后失去了充满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要更加在神面前跪下来 向神做祷告 献上属灵的祷告 求父神帮助我们 赐予我们的力量 那这时候呢 父神就会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这些不好的一年 都够离弃 我都能够离开 从而让我们拥有属灵的信息 让我们带着充满向前进 圣徒们 就比如 无论是你信心再好的人 如果你只看着现实的话 你就会失去了力气 因为你看到 只看到现实的话 你只能会担心忧虑 那我准备 今天的话语的时候 也想到了 我们外面教会 最近所经历的事情 那在外面教会所经历的事情当中 圣徒们要想一想 我是只看着现实呢 还是仰望着父神 而去充满力气的向前进呢 当我们充满幸福 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时常想着 属灵的事情 在属灵的一年当中 更加充满 然而呢 当我们失去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灰心 从而跌倒 然后 撒旦就会做工 让我们有这些肉体的一年 从而更加犯罪 然后失去信心 跌倒 就比如说 我信心再好 但是如果我只看着现实 然后经常听一些 不平不满的人说所有的话 然后经常去和他们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我即便信心再好 我也会充满了担心忧虑 也只能够看到现实 失去信心 跌倒 然而 我不是信心小的人 所以当我看到现实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阻断着一切 然后向神祷告 祝福我力量 让我满是属灵的盼望 如果我满是这肉体的一年 然后只看着现实的话 那我 那我可能真的是 每天都会非常的疲惫 非常的累 大家看到 祷告院长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我呢 在丹林祷告会 有一天的丹林祷告会之前呢 我呢 并不是很 当时有点疲惫 然后祷告院长看到我了之后呢 就有点担心我 然后等祷告 丹林祷告会结束之后呢 我就跟祷告院长道歉了 说祷告院长非常的抱歉 我呢 让你看到了我这些疲惫的一面 但是我祷告完了之后 更加圣灵充满了 那我就会在 就会这样跟祷告院长说 圣徒们 当我们遇到熬练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看着现实 然后就 锁在角落里 然后变得灰心丧气 一点信息都没有 也失去了圣灵的充满 然后就好像 锁在一个角落里 用被子蒙住头一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熬练吗 我们信心还能够成长吗 我们不应该这样去做 而是要 而不是应该锁在角落里 而是要站出来 然后在神的引导当中 在神器语的圣灵充满当中 充满喜乐的想法 那这样的时候 心中的这些非真理呢 这些一些灰心丧气的想法 也会离开 从而充满圣灵的 充满充满喜乐的意念 我希望呢 在度过如今 这一时刻的圣徒们 也是能够更加 充满属灵的盼望 然后更加充满喜乐 以信心的眼去仰望 愿我们所有的圣徒们 都能够更加拥有 这一属灵的信心 在属灵的信心当中 不断地向前进 肉体的意念是违背神的 是与神为仇的 那我们都知道 肉体的意念都是一些不好的 就比如说一些丧气灰心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行 失去圣灵的充满 然而我们都知道 神加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神加给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平靠神是无所不能的 神是全能的神 神会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要更加理解 这些属肉体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属灵的想法 是在真理的心当中 魂的好的作用 计会以爱 饶恕和屏障的心 主管魂的作用 就是真理的想法 属灵的想法 即便遇到辱骂自己的人 也不会觉得 也不会记恨对方 而是会带着 我该如何去做 如何让对方 更加平安的想法 为对方做祷告 如此圣灵也会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善的想法 让我们能够行出 并说出能够让对方 内心平安 与他人和睦的言语和行为 如此属灵的意念 是追求神的旨意 是追求真理 所以会带给我们生命 与盼望 让我们拥有喜乐与幸福 同时神也会愿意 拥有如此善的意念 属灵的意念的人 不仅是在天上 在这地上 也会赐予极大的祝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时常检查自己的想法 如果有谁来恨我 那我也要恨他 不要这样想 因为我心里有恨心 所以我才有这样的 恨的这样的想法 那个人做的行为 是让人讨厌的 所以我才恨他 不是这样的 是自己里面 有这样的恨心 所以不想与他人同在的时候 不想与 就不要想 他怎么会是那样呢 不要有这样的情绪 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呢 恨的情绪的时候 就要知道 这是我里面 还有恨 不要有这样的恨念 我们要 寻找自己里面 还有没有这些非真理 有没有这样的恨念 我们要更加努力地 更新变化 那么我们要时常检查一下 我们自己所想的是什么 当我们这样时常 查看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更加迅速地得以变化 而且呢 我们要时常 把我们的这种想法改变为善 真理 要时常检查自己的想法 自己在想什么 是不是我现在所想的是非真理 是不是因着自己的意 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样的自己的意 来论断定罪 其实自己的想法 并不是完全的正确 这个对 这个错 这也不一定是完全的 是正确的 是自己的 也许是自己的论断定罪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呢 有很多论断定罪的时候 要以善去来理解 那么有的时候呢 是看到别人呢 是以恶意来去做的 去这样去说的 但是呢 听到这一方面的人呢 他的心原本是善 所以呢 听得不会就是觉得 对方是用那样的恶意 去对他说的 用善来去领会 这也没有什么可吃亏的 当我们以善念 以这样的想法去理解 去想的时候呢 父神也会称赞我们 所以不要以自己的意念 来论断对方 是对是错 所以我们要时常更加努力 以善的想法去想 查看那些圣经上 以善念及体贴圣灵的 有福之人和因恶念 及体贴肉体而拜王的人时呢 希望能与他们进行比较 成为可慕善的 体贴圣灵的圣徒 实际来查看一下 体贴圣灵的 国人先知中的 路德和实体反直视 这些话语呢 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要只是说 哎呀 他们真的是很善 那么我们也要 与自己的心 来做一下比较 对比一下 如果是我 换作是我 我会 怎么做呢 那么还有 我们要想善 真的是很美好 我们要感受到这些 然后呢 当成我们的祷告题目 当这样努力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更加 转变成善的 这样的想法 路德呢 是生活在摩亚地的 夫人 与为了躲避饥 移居到摩亚地的 以色列人结了婚 但是呢 路德的丈夫死了 只剩下了婆婆和 成为寡妇的 轴里 正好听到 以色列饥荒 结束的消息 婆婆拿阿米 说要回老家 却两个儿妇 留在娘家所在的摩亚 儿妇 俄尔巴 一开始呢 是拒绝 但是呢 最终还是 回到了娘家 路德 这启示 要服侍婆婆到底 所以呢 跟婆婆回到以色列 如果路德 有求 自己益处的 肉体的意念 会如何呢 那么就会先考虑 当然路德呢 是不会那样去想的 就是说 如果他有肉体的意念呢 他也许会这么想 要是服侍婆婆 就要移居到 无亲无故的 以色列地 我能适应吗 到那陌生之地 我能够适应吗 婆婆呢 也没有财产 又上了年纪 完全要靠我来奉养 一定很辛苦 我也有我的人生 当婆婆劝说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为自己 找活路呢 如果有肉体的意念 求自己益处的人呢 也许会这么去想 但是呢 路德 虽然是外邦女人 其实呢 是充满善 所以呢 就算在 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呢 以指以善来去想 那么能够做出 这样的选择 其实并不容易 不要想 我也能够这样做到 其实呢 这样的选择呢 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因为有这样的善心 所以呢 路德呢 他也是在富人当中 在女人当中呢 他也是在天国呢 是成为最中贵职位 登上了中贵职位 所以呢 我们呢 就算是听到 很多这些话语 就算是我们 明白这些 如果是在我们的现实当中 遇到自己 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呢 会不会寻找 选择 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呢 有利的这两个方面呢 那么如果 我看我的家族 我的组里的弟兄 姐妹 我的公司的同事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查看一下 自己是否是求他人的益处 我们要把这些的 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路德的感动的告白中呢 呈现出他心里所存的善与爱 结果呢 以行为和诚实表现出来 善念及体贴圣灵的时候呢 在现实上 看似是吃亏 还要谦让牺牲 像是遇到困难 但是呢凡事都能的神 本为善的神 不会让善人遇到困难 不管会以人的计划和想法 不同的方法呢 来赤福 路德呢 在结果上来看呢 不仅享受了平安与安宁 安定的这样的生活 还登上了大卫的主谱 成为了蒙福的女人 斯蒂凡直士呢 也丝毫没有恶和猜疾嫉妒 等非真理的想法 斯蒂凡直士呢 虽然只传了真理之言 只传了福音 但是呢 恶人却听到那话呢 集其脑袋用石头打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呢是集其爱神的人 就是打这个 用石头 打斯蒂凡直士的这些人呢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爱神的人 但是呢 与自己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呢 结果他们形成的是恶 现在自己心里还有恶的时候呢 自己的分辨呢 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就像我在来评价对方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说 这就是错的 这是心里还有恶 但是呢 斯蒂凡直士呢 却为他们做中宝祷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能够如此献上诚心地 饶恶地祷告 说明石蒂凡直士呢 对加害自己的那些人呢 没有一丝的恨意 因心里丝毫没有恶 所以只体贴圣灵 这样的人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 那么大家要查看一下 自己心里是否只体贴圣灵 就像刚才所想的 在肉体的意念当中 那么我是什么样呢 是觉得自己很累 很想躲避 有的感到悲伤 我也没有做错 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委屈呢 太累了 太难了 如果这样去想的话 这也是肉体的意念 就是根据自己心里所存的善 那么所行出来的 还有自己的想法 都是会有不同 自己觉得是 自己没有什么做错的 但是觉得自己就非常委屈 然后失去充满 热心也冷淡 结果呢 这就是证明自己的心息还很小 那么自己因此而难而觉得很累 那么就是要知道自己 还有这个肉体的意念 没有凭着信心去想 没有体贴圣灵 那么我体贴肉体的意念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要发现自己 自己心里没有幸福 没有喜乐 也没有天国盼望了 那么这就是证明自己的心心想 那么要发现之后呢 就要换过来去想 要更加像尸体反制是一样的 即使是对行恶的人 也能够去饶恕对方 那么自己的信心 能够更加越来越成长 那么主任牧师以前说什么呢 难为自己的人 那才是对自己 那更加要感谢他 因为他 因为有那个人 才让我发现自己里面 还有恶 有自己所发现的那些 在这里才能够 每天每天祷告 并且呢 可以更新变化 发展自己 所以这也是值得感谢的 那么现在 教会里所经历的这些熬练当中 那么看 自己认为自己的信心是很大 很好 原来我还有 我的信息还这样的 很差 那么就是在凡事当中呢 能够查看自己的信心 我还有肉体的意念 原来我体贴肉体的时候呢 有肉体意念的时候 就是这样痛苦 那么要把一切交托在神面前 那么体贴圣灵的时候呢 就能够得到幸福 平安 所以呢 把现在的这样的时期呢 能够当成是我们的信心成长的 一个好的时机 那么要与路德 还有斯提反执事 来做一下对比 说在他们的那样的情况当中 大家会是怎么去做呢 对自己行恶的人 将害自己的人 能够饶恕他人 能够去 以爱去行吗 那么看斯提反执事 他因为有这样的爱心 有这样的善 所以呢 他能够进入 二十四长老当中的一位 所以呢 我们选择的需在于自己 因为我们能够更加接近 新耶路上了 维持 那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意念 不要说 父神啊 让我的信心更加成长 让我更加心里充满善和爱 不要只是这样盲目地做祷告 自己所面临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时常查看一下自己 是否是体贴圣灵 或者是有这个肉体的意念 是否是献上善的祷告 爱的祷告 要么还是觉得很累很难 想躲避 失去了信心 要时常这样检查自己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熬炼呢 就是会变成祝福 就像刚才所讲的 路德还有斯提反执事 他们的善 听着我们就会 觉得很幸福 很美好 也受感动 相反呢 充满恶的人呢 那么 一想到这些呢 心里就会感到很累 很痛苦 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耶喜别与亚哈王 北以色列王 亚哈与他的妻子 耶喜别 他们的心思意念呢 充满着恶 所以在凡事上呢 都显出他们的恶行 《列王记》上21章里 出来的 拿伯的葡萄园 被没收的事件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亚哈王呢 很想拿到 靠近自己王宫的 百姓 拿伯的葡萄园 但是拿伯说 那是仙人留下来的产业 不能给他 亚哈王呢 想得到拿葡萄园 然后呢 他就心里忧闷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的心呢 是觉得是很忧闷的 梦梦不乐 那么 要切断这样的肉体的意念 不要觉得 太郁闷了 如果有这样的 想法的时候 这就是撒旦来 给带来的意念 如果这样的时候 亚哈王 浮现实诫命当中的 一个诫命 就是不可贪恋人的 房屋的 这个神的话语的话呢 如果他体贴圣灵的话 就不会游闷 也不会想夺取 百姓的东西 如果他这样 体贴圣灵的话呢 那么这肉体的意念 就会恰断了 但是呢 亚哈王呢 他心里是充满着恶 亚哈王呢 充满恶 始终呢 没有离奇贪心 看到王的这样的样子呢 王后耶稀别就说 你为什么 沿着这样的事情 而忧闷 然后说自己呢 必将麻婆的葡萄园呢 要给他 就使轨迹 策划轨迹力 假见证 害死拿婆 夺取那葡萄园 结果呢 耶稀别和亚哈王 都是通过恶念 刑处恶行 也就是说 亚哈王和耶稀别的 心事意念呢 是受撒旦魔鬼的操纵 在恶上又积累恶 就这样 撒旦操控他们心里的 贪心与失欲 是他们策划阴谋 刑处杀人的恶行 求自己益处的恶念和诡计 看是暂时呢 保复 获得快乐 结果呢 他却因所行的恶受到报应 使耶稀别的尸体呢 被狗吃掉 面临如此悲惨的结局 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正如这话语 我们要铭记 我们所 我们的所有思想呢 甚至一切隐藏的事 神都知晓 善念与恶念 体贴圣灵与体贴肉体 都与行为关联在一起 例如呢 有人偷东西 或杀人的时候呢 是掀起这个意念 恶念 那么杀人的时候 杀人之前呢 就会说 我讨厌那个人 恨那个人 这样的不断地积累 这样的恶念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行出来杀人的这个行为 然后看到别人的东西呢 就有这样的贪心 真羡慕 我也想拥有那个东西 但是呢 我手中现在也没有钱 然后我怎样 才能够夺到那个东西呢 就是这样的 浮现这样的恶念 虽然呢 也有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 偶然犯罪的情况 但是呢 大部分呢 都是因为平时积累的情绪 或恨 所以引发的 善事呢 同样是通过 善念与善心 而做出的行动 这样的想法呢 是通过行动来表现 体现 特别是根据 想的是什么 其结果呢 可能是生命或是死亡 是福分或是咒诅 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呢 希望圣徒们呢 只充满善的想法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当中呢 论断定罪呢 就是让我们走向灭亡之路 要领悟的这些 听到非真理的这话的时候呢 这些呢 就抓着我的脚 那么就是 我自己的 我自己就说 这个是对 这个是错 这样的论断呢 不是正确的 所以呢 不要有这样的论断 定罪的事情 就算我们 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那个行为是恶的话呢 在神面前呢 是没有任何理由借口的 所以呢 要时常 行出善的 要有善举 要有善念才可以 善人呢 绝对不会行出恶的 这样的行为 难为对方 让对方 痛苦 这样的呢 这样的人呢 是 心里呢 是充满恶的人 那么我们要查看一下自己 我们的言行 是如何呢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言行呢 其实是证明我们里面 有没有善 是有善还是有恶呢 是在我们的言语当中 我们的行为当中呢 能够体现出来 自己的瞬间的这个意念 这个想法呢 也不要说 我没有说出来 我也没有行出来 这没关系的 别人也不知道 不要这样去想 这个是 如果有这样的恶念的话呢 肉体的意念的时候呢 撒旦呢 会来操纵会慎恿的 所以呢 一定要铭记这些 再先说了 也许别呢 是心怀怎样的恶念 从这恶念上呢 加上恶的智慧 然后呢 他使用了诡计 智慧是运用储存在 我们大脑中的知识的 这魂的 这种 方法 因此呢 就算是我们有 很多的这个 知识 但是呢 运用的不好呢 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知识很少 但是呢 运用的好的话 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就是运用恰当的人呢 就是这个人呢 是说明是智慧的人 所以呢 要运用好 我们大脑中的知识 这个魂的作用方法 也只能根据起到真理的魂的作用 还是非真理的魂的作用 有可能是使用善的智慧 也有可能是使用恶的智慧 有根据 有根据 我心里面是有善 有恶 有真理 还是非真理 所以呢 这个 行出来的呢 也都是不同的 不只是这个 思想是这样 智慧呢 也是一样的 智慧也是根据心理 如果有起到这个真理的魂的作用的话呢 当然呢 会使用这个善的智慧 其实呢 智慧这个单词呢 是属于善的 但是呢 为了对比说明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也表现为恶的智慧 恶呢 出自于恶的是诡计 是阴谋 但是呢 在这个智慧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 运用出来的这个智慧 善呢 是 出于善的是智慧 那么我们通过以斯帖和哈曼的情况呢 来比较一下善的智慧和恶的智慧 男犹的 灭亡 被巴比伦 如去的以色列百姓中呢 有一位 坚信神的美丽的女人 以斯帖 她在神特别的恩典中呢 成为了巴比伦的王后 以斯帖 有一个收咬自己的叔叔 叫莫迪改 他也是信神的人 莫迪改偶然 在事前呢 知道了要爱上王的阴谋 成就过王的性命 但仅次于王的有权势者 哈曼的认为 犹太人 莫迪改 既不尊重自己 也不跪拜 就怒气天凶 想要下手 害莫迪改 以及 灭绝通过的 所有的犹大人 恶人呢 就是这样 不只是害那一个人 而且呢 害属于那个人 的一切 哈曼的对王说 犹大民族 他们的律力 与外面的律力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力 所以呢 荣 荣流他们 与王无异 就是请 对王的律师 这样去说 因为他有 仅次于王的 这样的权柄 所以呢 他对王呢 这样去说 就是想要 让王允准 杀这个犹大民族 莫迪改呢 知道这一切事 就告诉了 以色帖 以色帖呢 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 没有动用任何人的 方法和智慧 但是凭信心 而是呢 凭信心 完全交托于神 自己和百姓呢 一同进食 祷告 三天后呢 去见王 但实际上呢 王对以色帖的爱 与关心呢 已经冷淡了 并且呢 若不蒙照 就进去见王的 必被处死 是这样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呢 以色帖的爱百姓 以依靠神的信心 带着死就死吧 这样的心 大胆地进了王宫 他没有动用人的想法 和任何智慧 只有依靠神 神呢 就施恩于他 让王的眼里呢 看以色帖 是非常可爱 给他带来感动 王呢 就对以色帖说 无论以色帖求什么 都会赐给他 哪怕是国家的这一半呢 也会给他 就是他就有这样的感动 这就是神的方法 以色帖 以从上头来的善的智慧 即没有依靠人和环境 而是只依靠神的智慧而行 所以呢 神来亲自为他做工 恶人哈曼 他呢 因着自己的诡计 因着他的权柄 然后呢 他也是说谎 然后要加害莫迪改 还要杀害这些灭绝 这个尤大民族 那么恶人哈曼呢 设计 要害莫迪改的时候 而且还有 在以色帖的三天禁食 之后呢 神来做工 瞬间呢 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当这样的莫迪改 设计要害莫迪改的时候呢 神向王做工 让王知道莫迪改 曾经救过王的这个事件 王命哈曼 使莫迪改得尊荣 王冲王后 以色帖那里得知 哈曼要以诡计 害以色帖和他的百姓 于是呢 王命将哈曼 挂在原本要挂 莫迪改的墓架上 发生了大反转的做工 神知晓恶人的计划 所以呢 让他中了自己的诡计 以色帖呢 在自己和 以色列民族 面临死亡的这样的威胁中呢 也没有灰心 或是动用恶念 挤人的方法 而是呢 向神进食祷告 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解决了这些困难 当王问他的心愿时 他呢并没有出于迫切之心 就马上说 他和他的民族 要被灭绝的这样的话 而是呢 涉言 所行的呢 更让王喜悦 等着世党的时期 在那期间呢 哈曼的恶呢 更加暴露出来 虽然呢 以色帖没有故意 要害死哈曼 但是呢 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不仅呢 是拯救了自己的民族 还审判了恶人 雅各苏三章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柔良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像以色帖一样 只依靠神祷告 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而行的时候 神会主管我们的生活 没有丝毫的怨恨 带着爱心 向难为自己的人微笑 并追求善的时候呢 神就会改变周边的人和环境 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真言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正如这话语 当我们遵照神的话语而行的时候 就会临到智慧与明哲 各位圣徒们 慌主地名祝愿大家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以善和真理的想法和心 依靠神得到善的智慧 度过神 为大家助攻的生活 我呢知识很不够 我没有能力 不要这样去说 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们要像这样的话语呢 我们可以背下来 真言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是的 我敬畏神 那么敬畏神是什么呢 智慧 敬畏神 那么神 敬畏神呢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然后再求神赐给我智慧 那么神就会赐给智慧聪明 不要说我上了年纪 不是 不要说我没有经历 当得神喜悦的时候呢 就会蒙得神所赐给的祝福 那么肉体的意念会如何呢 恶的想法怎样能够离弃呢 首先呢 要分辨自己的这样的想法 当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呢 思想不要水波逐流 且暂时停一停 有很多就是自己意念非常多的人 这样的人呢 就要慢慢地去想 然后呢 这样暂停 大家要做这样的操练 练习 如果自己呢 不来克制自己的话呢 那么这个意念呢 不断地就是还会浮现更多的这样的 非这里的意念 体贴肉体的意念 对 因为在这里的想法呢 也可以去东南亚 去美国 这个想法非常多 不是说你思想多呢 这个想法多就是好的 如果是非真理的想法 不是真理的想法 那么我们还要能够去治理的 还要能够控制 所以呢 我们要时常检查自己的想法 现在我是在体贴圣灵 还是在体贴肉体 现在是否是恶念是非真理 还是善念是真理 我们要查看一下自己平时呢 是在想什么 不要认为想法是自然浮现出来的 如果这样去随心所谓的放人下去的话呢 绝对不能得到变化 那么产生不好的想法 让我怎么办 产生厌坊的这想法 让我怎么办 如果这样只觉得累 这是不可以的 要与真理 祷告 圣灵的帮助 治理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是那样 就是水波逐流 那么撒旦就会操控自己的想法 那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那要查看自己 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 要查看这些 要以爱 善 现在如何帮他祷告 做努力 这样结论 福利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 人意外的平安 那么今 这次圣灵的旧中国 是喜乐的时候 讲着喜乐这篇话语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话语 就是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要 所要的告诉神 那么祷告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忧虑 担心祷告的 忧虑担心祷告的话 那什么能够得到忧虑呢 不要看现实 要依靠全知全能的神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所有的忧虑担心 都会退去的 都会消失 这样的时候 在祈求祷告 神所赐出乎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真的是这样的 要带着喜乐感恩的心 这样祈求祷告的时候呢 那么就能够击退那些 怎样能够击退这些忧虑呢 那么要知道 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神开了红海 那么还有我们每个人 就是遇见神的 这样的见证 以前我们 我们父神也是 让瞎眼的睁开眼睛 哑巴开口说话 还有愿着脑出血呢 不能说话的人 也能够开口说话 接受祷告之后 也能够这样 恢复自如 能够开口说话 就是这样 神的全知全能 还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可以用指去拿告白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能够提高 而且肉体的意念也能够退去 那么神也喜悦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忧虑担心都会退去 而且我们在神面前 也来做出告白 承认神的伟大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神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赐给我们平安 幸福喜乐 能够体贴圣灵 要做这样的训练 不只是说 祷告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如果说遇到困难 有谁难为自己 或者是让自己感到 有点痛苦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 比如说是一个人在办公室 或者是到洗手间的时候呢 也是带着祷告的心 这样去求神 在神面前 做出这样的善的告白 神的灵之道宝 求您来帮助我 加给我力量 那么当这样的时候呢 心里的那些忧虑 或者是那些问题呢 都会消失 都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 这些忧虑 担心呢 都要得得 要退去 要想得到 神所赐给的平安的话呢 就要相信 依靠全知全能的神 有很多基督徒 为什么不能信心 素素的成长呢 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到 神的全能 没有看到这样的神的全能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样 大而惊人的全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实际上体验到神 与我们同在 亚伯开口说话 还有探知行走 绷跳 这些呢 我们都是亲眼所见的 所以呢 我们的告白呢 是真实的告白 我们所看到 所体验到 所经历到 这些全能 我们要 在神面前 却上告白 这也是 感谢的条件 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赐给我们的 这样的确信 所以呢 我们要以这样的感恩的告白呢 接启那些 非真理的那种想法 还有忧虑担心 当这样的 操练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 也能够 迅速地成长 那么 提摩带后 书二章七节 也记录 我所要 我所说的话 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 主必给你 出名 那么我们所想的呢 也要更加 以 属灵的方面去想 体贴圣灵 那么自己所蒙得的恩典 也要 浮现 自己的想 这个想法 这个意念 是属于大家的 大家 你们想什么 思想什么 这都是在于自己 能够去想 比如说苦难周 我们 或者是说 复活节 演出 我们来想一想 那么我们都有 每个人浮现的那种 场景 那种 自己蒙恩的时候 还有就是 得到医治的等等 我们要这样去想 而且读圣经 然后呢 蒙得恩典的 这样的时候 还有 有背诵经文等等 这一切呢 都是体贴圣灵的 那么24小时 除了睡觉的时间 来教会 参加代理祷告会 那时间之外 有很多时间 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看 所听 的这个 这一切呢 有很 这些呢 是有很多 属肉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 努力 体贴圣灵 体贴真理 就是想这些真理 如果不是这样 做努力的话呢 我们就会 不能保守自己的心 看约翰福音 14章26节 但保 宝慧师 就是福音 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这说明圣灵呢 会帮助我们 因此呢 希望从这个时间开始呢 我们来练习 把思想呢 改变为真理 让圣灵能够主管 我们的心 终往真理 善意的方面去想 那么被圣经 然后总是想着 这些好的体贴圣灵 要养成这样的好的习惯 这样体贴圣灵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呢 自身呢 会感到幸福 不仅如此呢 也能够给对方 带来喜乐与幸福 还能够给他人呢 点燃盼望的灯 这样的人呢 任何疾病病菌呢 也不会进入 或许有问题发生 只要线上如火般的祷告呢 就会马上得到一致 领域健康的人生 祷告祈求的呢 都能够得盟应允 今天呢 有恩赐聚会 在恩赐聚会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 彻底的离弃 去离的这些怨恨 情绪论断 定罪等这些罪行 也能够反省 没有凭信心仰望 只看现实而疲惫的 负面的这肉体的意念 当带着依靠全能的神的信心呢 为了成就善与爱 可慕并努力的时候呢 我们的任何问题呢 都会得到解决 希望大家在恩赐聚会呢 能够所有的问题 得到解决 也许考今天的话语 一通线上祷告 我们的心心 我们的心情 质疑和负责 我们的心情 质疑和责 向了解决 清晨的心情 能够找出神的心情 能够发现 证明天哪 福气 责乎 我们的心情 责乎 我们的心情 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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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乱责乎 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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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退 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 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秋复保守 求复食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 以求复食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龙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去毒物 中毒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此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 把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差异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尽弱吧 求父神赐予您恩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恩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在阳中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烛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恩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恩女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阿们